有没有见过一个手上有菱形印记的姑娘 你是谁 为何寻她 难道她就是杀害严丹全家的那只药 此番是来寻仇的 说不说 她和我师弟娶了王都 接王邦 王都来了这么多天使 看样子啊 这宫里的妖物一定不简单哪 待我们收了那妖物 便可以回去进宫了 来 来 安都王有令 所有接下王邦之人 暂且在此客栈歇脚 明日一同进宫 难怪这安都王广招天使 这又是乌鸦又是血水的 实在是太蹊跷了 近日王都中 生于此时的女子大量失踪 想必定与宫中的异想大有关联 我听闻整座王宫 白花缠绕 如同国桑一般 实在太不吉利了 你说这宫里不会真的有妖吧 你对周遥感兴趣 还不是因为你 你掌门让你过来降妖 你非带着我干嘛 怕你这个小妖祸害凡间 我 你不是要找什么神器治疗你身上的伤吗 你为何不直接跟你们掌门说 反而跑过来捉妖了 师门任务理应可见之首 我不想让掌门担心 等掌接了神器 再说不迟 怎么回事 附近有一栋 雁丹就在附近 雁丹就在附近 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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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太想你了 你终于来找我了 尹丹 我一直在找你 但是我找不到你 你没事吧 你这身衣服挺合身的 哪儿偷的 我这身衣服说来话长 把我当空气了吗 我朋友 我朋友来找我了 你就是那个 白吃了我一盒点心的小子吗 严丹是不是你绑的 没错 就是他 他有没有欺负你 我跟你说 这个人可狠毒了 他把我当成奴婢使还 让我给他洗衣做饭 锅螃蟹 盐沫 最关键的 他还比我吃鱼 鱼沫 你就是他的那个鱼朋友 表哥鱼黑土啊 我的名字 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读错的 你是鱼妖为何身上没有妖气 今日我们归家心切 不便与你纠缠 改日定会找你算账 我们走 天师捉妖 天经地义 严丹 你先去一旁 我会帮你把这几天吃的苦 全部讨回来 你既想开打 我当然奉陪 这两个靠山我可是都要靠的 无论打伤了哪个 都是我的损失 别打了别打了 这么多瓷器也赔不起啊 那都是他打碎的 其实我刚才也夸大其词了 他对我吧也没有那么差 他把你带走这么久 你还替他说话 好啊 那我就速战速决 来 好 好 我这细胳膊拧不过你们这两条大腿啊 怕了怕了 溜了溜了 你俩打吧 吃饭记得叫我啊